中国体操队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世锦赛和亚运会名单 但是争议已经到来 显然 中国队队员们已经得到了大赛的名单 首先是中国体操队女选手罗欢发声 她在北京发了一条阴天的照片 写道 这天看着有冤啊 我的事情被老天知道吧 很快中国体操队女选手杜思雨也发声 我比北京的雨哭得还大声 原来世上从没公平这么一说 到底是不是关于名单的事情 没有官方消息正式 但显然这两条微博都会引发争议 所以很快两人又将其删掉了 不知道是有压力 还是不希望被外界更多解读 但是 我们已经读到了两位选手的无奈 毕竟有冤 哭 公平 这样的字眼 太刺眼了 23岁的老将罗欢 是上届亚运会女子个人全能亚军与团体冠军 实际上有报道称 他在2021年全运会后退役了 但是今年再次参赛 成绩还不错 杜思雨也并不年轻了 今年将满21岁 今年成绩还算稳定 两位选手都参加了之前的大运会 表现都很好 中国体操队亚运会和市锦赛选拔测验赛刚刚结束 相信具体的成绩 只有内部人才清楚了 但是听队员们这言论 中国体操队人员选拔是否存在不公平呢 要不公平呢 现在达会和市锦赛选拔到形独的 这种东西封面说 abi